就在凌晨四点多中 彰化园林有一间知名的豆浆店 一次员工换瓦斯的时候 不小心起火燃烧 当场呢 看到除了两名女员工 烧伤送医之外 还有一名二十岁的 乌姓男员工 来不及逃生 不幸死亡 造成了悲剧 那么根据了解 这名男员工今年二十九岁 在这里工作超过五年了 但是命运多舛 十二年前就读商工时 父亲车祸变成了职务人 但妈妈想不开 很早双亲就不在身边 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 还不断地努力向上 甚至打工赚了一万块 还鼓励捐助学弟 一字一句念出写给学弟的信 他就是这回豆浆店火警中 命丧火箍的男员工 十二年前捐出了 打工赚来的一万块 帮助贫困的学弟 还因此成了新闻人物 因为我也是受过许多人帮助 才可以继续申取工作等等 其实死者身世非常坎坷 爸爸因为车祸变成了职务人 妈妈又想不开 当时他半工半毒 照顾瘫痪的父亲 几年后父亲也去世了 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 努力工作 没想到却在意外中丧命 因为双情都过世 意外现场只有姑姑委托的藏仪社人员 没有一位家人出现 二十九岁的乌姓死者 在豆浆店工作超过五年 在大家眼中是个工作认真又很亲切的人 只有像老天爷跟他开玩笑一样 死者还在念书就没了爹娘 一个人对抗无情的命运 认真生活 但却躲不过这场大火吞噬 就连他当年帮助过的学弟 找了他好多年 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叙旧 就已经天人永隔 记者林一峰 张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